热腾腾的四神汤端上桌 吸满汤汁的软Q猪肚 入口即化的莲子 汤头自然甘甜 暖身又暖胃 但或许没想到 客家人在四神汤里 还会加上这一味 你没看错 满满一大汤匙的冰糖 加进汤里 才是最正港的滋味 我们客家人呢 一般就是加猪肚 也有人加排骨 但是呢 我们通常会把排骨和猪肚 加在一起 也就是它的香味会比较充足 那一般闽南人是吃咸的 我们客家人就喜欢吃甜的 甜咸各有拥护者 仔细比一比四神汤里 基本配料 山药 茯苓 芡食 莲子 缺衣不可 有的会加上艺人排施 补肾又补气 吃甜的话会加入银杏 止咳化痰 还有猪肚排骨或猪胶等配料 最后依照个人喜好 加糖进去 好 我们这边是桃园新屋的客家人 这个甜的四神汤呢 因为它里面的配料 其实它都本身不是具有 非常明显的甜味 然后加上排骨 然后还有一些冰糖 它的味道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 让人家觉得说 很像我们一般喝的那种甜汤的 这么高甜度 你喝的四神汤 不管是甜咸哪个门派 都不奇怪 很好喝 华文新闻张华萱 陈欣慈 新竹报导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